以齐和地仙达到原神层次的神魄修为,即使在雷泽世界内,神识都能浮散十余万里。 更何况,他的原神修为要高出一个大层次,这是本质区别。 所以,他能洞察到吴渊的动向,可吴渊却丝毫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呼!齐和地仙站起身。 来了? 怎么了? 坐在不远处的池昌,木心,方护法,聂勒等人都不由睁开眼,望向齐和地仙,都等在这里。 齐和地仙声音冷漠,不再解释。 之前他开口问,是因为他只知无缘的外貌。 至于神魄气息,尚未进入雷泽世界时,以他的实力修为,根本没有在意一个山河境的秋湖垫地子。 秋湖垫地子,听起来名头虎人,但就虎一虎练须子俯修士。 对于仙人,他们丝毫不在意。 就像之前,长兴仙宗根本没有派仙人来接待无缘,为何?因为不在乎。 对,秋湖垫是强大。 可招收的正式弟子,每隔数百上千年就有数十万,一代又一代,一个普通弟子哪里会被长兴仙宗高层看重。 就算是秋湖垫的上仙,长兴仙宗同样不惧,因为长兴仙宗也有一群天仙,背后还占着势力庞大的灵幻仙国。 灵幻仙国,那是丝毫不亚于秋湖垫的。 当然,现在的无缘在他们眼中,绝非那种普通弟子,而是有大背景的。 否则,岂能拿出媲美上仙全部身价财富的地仙傀儡。 这样的大背景者,按理长兴仙宗一个普通地仙之小夏,都是不愿去招惹的。 只可惜遇到了一心想要夺宝的旗和地仙,时间一兮兮过去。 片刻后,翁,旗和地仙抬起双手,顿时,一道道土黄色的地仙法力在他掌心中交织,汇聚,不断汹涌澎而起,就仿佛是一颗微型星辰正在诞生。 法力汇聚,压缩,其中还有无数的道之密纹在交织。 逐渐的,旗和地仙得了脸上都隐隐有一丝潮红。 显然,施展这样威能巨大的法术,对他而言也是极为吃力。 这一颗掌中星辰所福散出威压,令在场的几位炼须圣语强者都为之心颤。 更不要说沐昕他们几个子斧镜,这就是先接法术。 池昌和方护法相互对视,都屏息望着。 近身战,突然遭遇袭击下的迅猛搏杀,生机炼体式天然占据优势。 但是,先手不举,给炼骑士施展法术的时间、空间,即使普通地仙亦能施展出威能极为可怕的的法术, 这就是炼骑士的优势所在。 就像同样是强大修士的老巢,攻打一位天仙的老巢,和攻打一位天污天神的老巢,难度是截然不同的。 就算是星主,都不太愿去招惹普通天仙的老巢。 足足食于西,去! 西河地仙猛然双掌齐出,瞬间掌心中的土黄色光球化为一道流光,仿佛化为了一道闪电,轰然飞出。 万里每秒,三万里每秒,十万里每秒,轰。 这一道凝炼到极致的土黄色流光,速度飙升到无比可怕地步,以无比狂暴的速度,席卷了整条峡谷通道。 此刻,在齐和地仙的感知中,他和无缘相聚都只剩下三万里。 三万里? 听起来远,但他的这一道法术爆发,不到一秒就能杀到无缘面前。 这恐怖的威能爆发,尤其那一闪即逝的流光,让池昌他们心中都是一颤。 杀死他! 以这地仙九重的法术攻击威能,一击下足以轰碎一切阻碍。 齐和地仙眼神冰冷,八九成概率,这个暗刀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要陨落。 一成概率,他能催发少许护身宝物。 极小概率,他能召唤出地仙层次傀儡,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余波浮散,都有望杀死他了。 齐和地仙非常有信心。 这样一法术突袭下,正常来说,剩余九重修士都必死无疑,普通地仙都有可能陨落。 况且,轰! 在法术爆发的瞬间,齐和地仙同样以化为一道流光,周围环绕出一道道飞溅,呼啸着直接沿震荡残破的峡谷通道杀了过去。 它的速度,瞬间就突破了三千里每秒,而且还在不断加速。 这还是因峡谷通道弯曲,并它无法达到最高速的缘故,若是直线飞行,以地仙的实力,迅速就能突破万里每秒。 若无冤真的保命能力逆天,使得第一道法术没能将其杀死。 那么,紧跟过来的齐和地仙会继续攻击将受创的无冤击杀? 可以说,齐和地仙已想的万无一失,在他心中,无论如何,无冤都逃不过这一劫,终于跨入了生命法则的大门。 只可惜,没有时间再去其他几处石壁道文图一一感悟。 无冤沿着峡谷通道高速飞行,他的心中颇为喜悦。 虽说,只刚跨入尚未法则门槛,连据凝聚生命、真意都还有一段路要走。 可万事开头难,入了门,无冤自然兴奋。 当然,已经力珠多的无冤,依旧没丝毫大意,神识一直维持着探查方圆万里。 经过一次次和强者交锋,无冤早就明白,雷兽,原神层次的神识, 一些修炼了特殊秘术的面虚圣域修士,都有可能躲过自己神识探查。 并非万无一失。 不过,维持万里探查总比没有的好。 至少,正常的法术,符文密宝爆发,天地灵气波动,避不开神识探查。 忽然,嗯,无冤瞳孔未一缩,他的神魄中传来一阵阵市井,浑身汗毛瞬间倒立。 就如同普通人,猛然见到三米外的草丛中窜出一条险路,猙獰的猛虎。 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亡感,危机感瞬间笼罩了无冤心头。 危险,极度危险。 这种感觉,比无冤当年在虫魔浩劫中遭遇的危机感还要强烈十倍。 百倍。 这时,无冤的神念已经看见了,就在万里外,一道恐怖到极点,仿佛要毁天灭地的可怕土黄色流光,正沿峡谷通道以骇人速度冲击而来。 法术,先接法术。 无冤脑海中本能闪过这一念头。 死亡感。 万里。 以先接法术的速度,所需时间近乎于零,这是生死刹那。 逃。 不可能逃掉。 修仙者的飞行速度,就算是上仙,也不可能赶上法术的速度。 地。 整个峡谷通道太窄,这样的法术是直接席卷整条峡谷通道。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扛。 万里。 十分之一秒。 这道法术就会杀到跟前,谁会突袭自己。 无冤已顾不得去想。 滑。 无冤已挥手,一袭紫袍的暗月瞬间出现在了身前。 不用无冤任何提醒。 暗月已然感知到危险,他的威压气息瞬间开始暴涨。 直接催发进入了第三重形态。 轰。 一柄柄飞刀浮现,一重重金光浮散爆发,刀玉瞬间就形成了雏形,挡在了无冤面前。 主人,兽容。 同样都不必无冤提醒,当那一股危险笼罩下来,小黑同样感知得一清二楚,他甚至比暗月施展刀玉还快,一股磅礴生命气息就已融入无冤血肉中。 同时一堆羽衣浮现,宛若巨大的双刃,隐隐弯曲抵挡在无冤身前。 大巫神体。 三头八臂。 无冤也在同时施展出了这两大元素,生命元力滚滚涌入,尤其是大巫神体这门天阶元素。 一瞬间,无冤就已竭尽所能,生命气息暴涨,同时上品灵宝战凯覆盖全身,八条手臂手中,同时出现了八面盾牌。 至于像高阶元素、神像,无冤根本不敢去施展,因为会化为千丈巨人,受到的冲击余波会墙上一大截。 实际上,神识维持万里感知,给了无冤一点时间感知。 这一点反映时间无冤有许多种保命选择,可以施展一两件所购买的威力巨大的符纹密宝、盗宝,例如虚空神符。 只是太昂贵了,价值数百神经的盗宝直接用掉。 无冤自然心疼,它虽富有,可宝物也不是这样消耗的。 蜕变后的大乌神体,给了无冤一定的信心。 若没有这一点反映时间,这一记下无冤超过五成概率要死,有再多宝物也没用,根本用不出来。 当然,说起来缓慢。 轰,当无冤手中的八面盾牌都还没完全拿稳时,那一道恐怖的土黄色流光,就已冲入了暗月刚刚形成的刀鱼之中。 轰隆隆可怕的交锋碰撞,暗月的刀鱼虽形成,可远未达到微能巅峰,瞬间就有了溃散之势。 一饼饼飞刀乱飞。 不过,爆发地线圆满实力的暗月,刀鱼威能也的确可怕,一连串碰撞,削弱了这一道土黄色流光超过九成的威能。 碰这道流光残余的一成威能,完全洞穿了整个刀鱼,掠过了无冤所在的区域。 可怕的冲击力,席卷而来。 轰隆隆无冤瞬间就感知到一股股空前冲击力浮萨而来,透过八面盾牌直接冲击到了灵宝战铠上,紧跟着八面盾牌轰然脱手。 令无冤整个人都不由盗飞了出去。 刀鱼 盾牌 战铠 三重威能削弱,超过九成九的威能都被削弱,但仅剩下的这一丝威能,依旧令无冤的大巫神体都在隐隐震战,轰鸣,表层都隐隐有一丝撕裂痕。 蓬蓬 无冤的身躯到飞,轰然砸在了沿途的山壁上,激起无数乱石,令整个山体都隐隐震战着。 足足被轰飞出上千里,最终那道土黄色流光方才是近,鱼波继续沿峡谷通道冲击,至少留下了数千里的痕迹。 太可怕了! 这一击,我的大巫神体仅仅承受了百分之一的冲击,都在轰鸣,都快出现裂痕了。 无冤心中震惊,若是遭受正面冲击,恐怕整个人身躯都会被直接粉碎。 这冲击,绝对达到地仙九重层次了。 是有地仙来袭杀我? 无冤判断的没错。 这一道积蓄已久的法术,的确达到了地仙九重层次。 即使经刀玉削弱仅剩十分之一微能,依旧达到了地仙四五重水准, 所以,才能透过盾牌战铠后,并跨入无冤纳第四重的大巫神体振战不休。 若大巫神体没蜕变,即使有暗月的刀玉削弱,即使有战铠护身, 无冤依旧会受到重创。 这就是地仙叙事后所施展法术的可怕。 论道之感悟,自然无冤更高,可基础又是有心打无心,自然是天地之别。 主人,两万里外,有地仙五重修士,正在逃窜。 暗月作为傀儡,看似是练骑士,身躯却无比坚韧宛弱法宝, 加上有战铠护身,影响不大。 他,同样有探查之能,只是梅元神那般神奇。 杀,无冤猛然遇袭,从生死边缘走了一遭, 心中自然是满腔怒火,近乎是嘶吼道,去杀死他。 杀死所见的一切,有威胁的修仙者。 嗖,暗月没有回应,已然化为一道可怕流光, 速度飙升到了可怕地步,沿峡谷杀向了目标。 作为傀儡,他有一定智慧,但他从不问为什么, 只为干什么,此刻,他的智慧中只有一个字,杀。 杀光一切威胁到主人生命的存在。 逃,怎么可能,地仙圆满层次的傀儡。 齐和地仙已经吓得魂都飞了,疯狂逃窜。 原本,他充满信心,自问一击就能杀死无冤。 然而,他的神识感之中,无冤竟以不可思议的反应速度, 造出了傀儡,而后傀儡爆发出骇人实力。 到这时,齐和地仙心中还有一丝把握, 因为残余的一成威能,杀死一个山河九重修士, 暗里也是手到擒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无冤竟硬扛住了鱼波冲击, 一个山河九重硬扛住了地仙四五重的法术冲击, 这是什么妖孽呀? 齐和地仙哪里还不明白,自己踢到铁板了, 这个名叫暗道的。 不只是秋狐蝶和新弟子这么简单, 很可能是漫长岁月才会涌现的那种最绝世妖孽, 放眼整个大界都是有数的。 齐和地仙都懒得施展神魄攻击了, 因为无冤的提早警觉,相当于告诉他, 自己已诞生出了神石, 且肯定有镇守神魄的秘宝, 在用神魄秘术攻击, 无异于浪费时间。 地仙圆满的傀儡, 杀过来了。 齐和地仙已然感应到了, 第一时间逃窜, 只是他的速度比身为傀儡的暗月 要漫上一大截, 相隔两万里, 很快就会被追上。 想到这里, 齐和地仙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猙獰, 咬牙, 招惹了这样的敌人, 该让本尊逃了。 轰, 齐和地仙速度爆发到极致, 眨眼间, 就已冲过了峡谷通道, 直接掠过了正在等待中的驰舱, 方护法的等人, 没有丝毫的停留。 什么? 地仙? 齐昌, 方护法, 沐昕等人仙一愣, 紧跟着就意识到了什么, 一个个脸色大变, 化为流光欲要逃窜, 可这时已经晚了, 因为? 暗月来了。 哗啦啦笼罩整个天地的刀玉 浩浩荡荡带席卷一切, 一缕缕恐怖刀光, 绞杀着沿途一切。 刀玉狂暴无比的, 碾压向了池昌, 沐昕他们。 不! 暗刀, 饶命! 饶命! 池昌眼眸中透出一丝绝望, 他看得出来, 这一尊傀儡比上一次所见 要强大了十倍不止。 他更清楚, 这尊地仙傀儡背后 站着的就是无冤, 不要! 涅勒脸色更是大变, 暗刀, 我父乃世上? 暗刀公子, 不要, 我是木, 木心的美丽脸庞上流露出一丝绝望, 似可怜到极点, 极易令人生出保护欲望。 不! 暗刀公子, 饶命, 长星仙宗其他一些练须圣语修士 一个个都伺候着逃窜, 求饶着, 只是, 他们的速度和暗月相差太远。 扑斗哧哗啦扑斗哧伴随横扫天地的刀玉碾压, 一切挣扎, 求饶声, 戛然而止。 耻昌, 死, 聂勒, 死, 方护法, 死, 木心, 死。 初期和帝仙外, 长星仙宗的这支队伍, 十余位修仙者, 皆死, 杀, 暗月神情冰冷, 仍只死死感应着前方疯狂逃窜的棋和帝仙, 对他来说, 杀死些练须圣语, 子府净修士, 和杀死几个虫子没什么区别, 终于, 又过去树溪, 轰, 双方一追一逃, 冲杀十多万里, 在接近一条横断山脉时, 暗月追上了齐和帝仙, 该死啊! 齐和帝仙眼眸中闪过一丝疯狂, 一挥手, 顿时大量的领宝浮现, 浩浩荡荡的大地道玉浮现, 和诸多领宝融合, 欲要挣扎抵挡, 刀因天地, 灭, 暗月直接施展了最强绝招, 顿时, 大量上品领宝飞刀汇聚, 形成了一重恐怖到极点的刀光风暴, 轰, 刀光风暴, 瞬间撕裂万里长空, 轰入了大地道玉中, 将那漫天的领宝轰得四散开来, 更直接轰过了齐和帝仙的身躯, 令他的身躯直接化为了虚无, 轰隆隆, 碰撞鱼波冲击四面八方, 令峡谷两侧上万里的山脉都在隐隐震战, 连其和地仙残留的法宝, 都在可怕的刀光风暴雨波中激荡乱飞, 监察, 无缘神气息, 无特殊神魄波动, 暗月一直维持着感知状态, 八成概率是一尊法身, 回禀主人, 暗月一挥手, 迅速将大量残留的法宝收起, 而后速度迅速减慢, 仅仅只剩下千里每秒, 飞向了无缘, 这仅是基础形态连第一重形态都没爆发, 是最节约能量的一种方式, 而像第三重形态爆发法术, 一秒就要消耗三神经, 什么? 大概率是一尊法身, 无缘微微皱眉, 眼眸中闪过一丝冷意, 得到了暗月的回禀, 练气式达到分神境地仙, 一旦诞生元神, 即可修炼法身, 练体式达到法相境地乌, 即可修炼元神, 法身元神拥有接近本尊的战力, 即使覆灭, 本尊亦可重新修炼出来, 是修仙者冒险闯荡的不二利器, 许多胆小的修仙者, 都只用法身元神闯荡, 当然, 法身元是远无法和本尊相比的, 若本尊生死, 那么法身元神也会立刻陨落, 对, 暗月迅速报告了自己的战斗全程, 嗯, 暗月, 这次麻烦了, 回去休息吧, 无冤说道, 一挥手, 将暗月收起了, 然后, 无冤迅速地, 大致检查了一遍旗和地仙, 他们遗留下的诸多法宝, 而这一检查, 就让他感到肉疼, 除去雷兽时, 留下的全部宝物财富, 恐怕都不超过两神经, 这个该死的旗和地仙, 在这一尊法身中, 根本没放多少宝物, 无冤咬牙切齿, 已恨及旗和地仙, 须知, 刚才暗月战斗一共25秒, 耗费了无冤七十五神经, 这一趟, 亏大了, 唯一能安慰一二的, 就是这些雷兽时了, 无冤暗自嘀咕, 竟有两千多块二阶雷兽时, 不过, 堂堂地仙, 竟没有一阶雷兽时, 无冤却不知道, 其和地仙之所以从核心区域出来, 就是因为斗不过那些雷兽王, 否则, 他根本没必要来内域参悟时必到文图, 希望, 这些雷兽时, 能够多形成几幅雷兽图吧, 无冤暗道, 这是唯一弥补损失的法子了, 嗯, 穆辛, 聂勒, 刚才也都在, 都被暗月直接杀了, 无冤稍稍详细检查, 却是发现了两人的个人物品, 对这两人, 无冤皆无感, 对穆辛, 无冤心中还有一丝厌恶, 杀了也就杀了, 只是, 这个聂勒, 似乎是长兴仙宗一位上仙子寺, 无冤微微皱眉, 这个齐和, 也是长兴仙宗帝仙, 本尊还活着的, 希望, 别惹出太大麻烦, 这雷泽世界, 又是白海仙舟六大仙舟共同控制, 无冤稍加思索就想清楚了, 逃, 直接前往不朽之地入口, 只要进入不朽之地, 就算是长兴仙宗的天仙亲自过来, 也无妨, 无冤暗道, 不朽之地, 可是连夸赤狮尊他们都无法窥死, 搜, 无冤迅速消失在峡谷通道中, 和雷泽世界处于同一仙舟时空疆域的长兴城, 长兴仙宗总部, 整个仙宗总部占地庞大, 直径超过三千万里, 搜, 一道星辰衣袍的身影, 气息不凡, 只见他从一座庞大仙府中飞出, 迅速飞向了不远处的一座庞大的传送阵, 忽然, 轰隆隆一股庞大威压降临了, 瞬间就令星辰衣袍身影无法动弹, 他脸上闪过一丝惊恐, 齐河, 你往哪里去? 雄浑声音中透着一丝冷漠, 我儿和你的法身命灯同时熄灭, 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就走吗? 出保底第二章, 加更五万月票六分之三, 稳住前十, 最后几个小时, 再不投也过期了呀。 我身体感官, 我身体感官, 我身体感官 能识溅正脑?